从这里可以免费看大佛 乐山大佛 然后乐山大佛就是在河对面那里 从这里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大佛的脑袋 但是从这里看的话呢 只能看到这个大佛的脑袋 还有这个一只脚 这里是看不到这个大佛的拳马的 想要看拳马的话呢 只能买门票或者是坐船 然后这边有很多的游客 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东洋广场 所以这里有很多游泳的人 那为什么这游泳特别厉害 速度很快啊 然后我在这个河边看一下 从这边看的话 那个大佛应该可以看得多一点 稍微好一点一点 但是以后不能老得去 这个地方这是免费看大佛的地方 所以这里人还是蛮多的 好了 反正这里也看不清楚 现在我去上面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三条江汇到一块 然后在这个江城间有一个岛 这个岛屿本来是很免费 看这个大佛的 但是现在这个岛啊 我让上了 还有对面那一个岛 总共有两个岛 但是这两个岛都是差不多去的 现在我去前面那个码头坐了个轮船 我听说那只要还两块钱 最后也从这个这一边坐到那一边 这样的话呢 在那个河中间可以免费的看一下 那个大佛啊 就试一下 那是不是真的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这个地方是在市政府的正对面 铁流门 他们说这个地方可以做两块钱的轮船 去河对面 可以免费看大佛 我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轮船 这里就是铁流门 这里没人 如果是可以做两块钱的话 按理说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多人啊 然后这个就是码头了 可能以前是可以坐船的 现在已经取去了 做不了了 然后正对面呢 就是乐场大佛 好了 然后再瞄一下 这个乐场大佛就走了 来四川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要看这个乐场大佛 拜拜 拜拜 拜拜